你是不是故意的 你在水里面有虫子 让我怎么喝啊 天天你躲在干嘛 啊 小杰哥哥你怎么上来了 我找你半天了 我那个房子我今天搬不了 我东西没有收拾好呢 那个今天不叫你搬着的 我有别的事跟你说 哦什么事你说吧 我听着了小杰哥哥 关于房子的事 有些东西啊 必须跟你说清楚 你先把东西放一下 别那么东西怎么听我说话 没事了 你说吧 我听着 我叫你把东西放一下 听不见吗 这个事情很重要 你背这么多东西 下这么大的雨 让我怎么跟你说话 你听得见吗 不是的小杰哥哥 这个东西很重的 我好不容易才背上来 你现在让我放一下的话 我等一下起不了身 马上就到家了 我们回家说好不好 这才背多少东西啊 你就起不来吧 还行不行 你先背回去吧 行谢谢你啊小杰哥哥 真是快走 快点 这些柴都你背回来的吗 是啊 我不是马上叫出去打工的吗 外公他一个人在家 腿脚也不好 我给他多准备一些柴火 你还挺厉害的呀 习惯了 从小干到大 小杰哥哥 你走累了吧 来先喝点水 你慢慢说 不是 你在水里面怎么有虫子 你是不是故意的你 没事了 可以喝的 不是 你是不是故意的 你在水里面有虫子 让我怎么喝啊 这个是山泉水 可以喝的 我们从小喝到大的 哎 我们这水不喝了 我们说说房子怎么解决 你在我家住这么久了 你总要给个说法吧 那你说 你外公呢 我外公他在后面的山上种菜呢 叫他不要种了 就给他叫回来 这个事情很重要 我们必须当面说清楚 好 我去把他叫回来 你等我啊 你快去 快把他叫回来 小姐哥哥 我们回来了 啊 那个坐吧 你们坐下说 嗯 好 你说小姐哥哥 那个天天 还有外公啊 今天上来 主要想跟你们说一下 这个房子的事情 我昨天回去之后 给我爸打电话证实了一下 确实这房子是给你们住的 因为我爸和你爸是朋友嘛 就把这房子和你外公住了 都十年过去了 这房子也没有倒 谢谢你们把房子照顾这么好 应该的 应该的 嗯 还有个事情啊 当时住的时候 跟你爸爸说过 是要收租金的是吧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们一直住在这里 我们也没有收 当然有可能也联系不上我们 但是我们先不然不回来了嘛 这个租金啊 肯定要给的 但是都认识 你们也不容易 嗯 也没必要 那你们过不下去 就这样 你们给个三万块就行 也不多 四个三 嗯 这个钱也不说 那你马上给我 这样子 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 你们可以去凑一下 那个小杰哥哥 我昨天已经把所有的钱都给你了 我昨天晚上的时候 给我爸妈打了电话 我现在也联系不上他们 你多给我点时间好不好 我一定会把钱给你的 那个你想想办法吧 这个我确实帮不了你们 你们都住这么多年了 之前也没有收 现在也就在你们给三万块钱 也不多 一个月才一百块钱呢 你想想办法吧 嗯 这样吧 你们最近多住这些天 我就不收你们钱了 你们要是找到合适的地方 就尽快搬走吧 小杰哥哥 我已经在找房子了 你能不能再多给我一点时间啊 我找到房子之后 一定会搬走的 嗯 那个 还有个事情啊 就这几天的话 我可能回来住 你看着收拾一个房间 给我住一下吧 嗯 那我现在就去收拾一下 我房间 哎 现在不用去 呃 你到这提前收拾好就可以了 我月里再过来 嗯 好 呃 对了 你们这有没有小麦布啊 我饿了 想买点东西吃 我们这山上 怎么可能有小麦布呢 要不我去给你做饭吧 啊 行 行 那我去给你做饭 好 是 小杰哥哥 吃饭了 哎 你们吃饭都没桌子吗 天天这样吃啊 我们杀你嘛 就这样方便一点 啊 好吧 哎 对了 天天 那你哥 你现在有工作吗 我去年的时候 在外面打工 是有工作的 但是今年不是过完年 外公他的那个腿 就不太利索嘛 我就在家里照顾他 就没去了 啊 那那个钱你怎么给我呀 钱的话 我一定会想办法给你的 你能不能再多给我一些时间啊 啊 不不不 那个意思 那 吃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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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天天 我今天先下去了 过年他再上来 嗯 好 好 红着你 看不见 听不着 想不成 摸不到 两个人的依靠 一个人一只 共一杯酒 一夜 一下子变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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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